好 早上好 欢迎回到coco鱼的频道 现在是旅游博主第三天 今天我们在费城去一趟宾夕法尼亚大学 看一下沃顿商学院 吸收一下这个人文精华 然后呢我们就 鸡一下娃 主要是为了鸡娃 然后就出发去纽约了 我们开启今天的行程 我们已经离开费城 现在开车两个小时到达纽约了 过江就是了 那回顾一下费城 其实没有啥好玩的 那个中独立厅 然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就没有了 它就属于美国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个城市 那在早几百年前比较出名 然后几个是几个总统吧 就华盛顿的故乡 然后还有什么 本杰明 弗兰克林 他就在那边 乞讨了独立宣言 现在整个城市 我们觉得不是很安全 就是很多服务的人都是这个 对反正就是那个颜色的 然后呢 街上也有很多不是 就是好像不务正业的人比较多 就感觉不是很安全 那从这个一路完 我们华盛顿到费城到纽约 我们是从南往北走 然后过几天又去Boston 就这样一路是顺的 你也可以从波士顿到纽约 到费城到华盛顿 这样往南走这样开下来 那一路都是95号公路 在这条周期公路上 然后城市之间衔接 就是两到三个小时 其实是很方便的 那我们接下来 就进入到纽约的篇章 爸爸想从第五大道这样子过去酒店 但是到了纽约不是你想走哪条街就可以的 因为它都是温位 就是比如说第六街是往这个方向 第五街一定是往这个方向 然后现在这条就是第五大道 然后你如果是开车在 就是和加州是完全不一样的 加州你一定是双向车道 但是在这边东部大部分的街都是单向车道 然后东部非常喜欢以这个数字来命名这个街道 什么第五街第六街 一直到第143街这种都有 那然后也很喜欢用这种总统的名字 什么华盛顿街 什么Jeffson 什么Madison Avenue 类似于这种 就是用名字来命名的也有很多 那加州我们那边就比较喜欢 用城市来命名 什么Earvine Boulevard这种 用城市命名的比较 就是区别 两个城市的区别 然后到了这里呢 开车就是很野蛮 没有任何人会让你 你只能拿出自己的 打起这个精神 大妈 大妈确实也不会让你的 这跟上海是很像的 出租车司机是最豪狠的 我们还好车了 然后选择在纽约步行 因为在这边要待六天 我女儿比赛一直到22号 所以在纽约开车太痛苦了 停车也太痛苦 正好它每一个街区都是比较近的 而且这边还有马车三轮车 所以我们把车果断还掉 不在这里搞得这么的烦躁 OK现在先去吃点 我们现在去吃点面 去找一个拉面馆吃个面 吃个面 我们到纽约的第一餐 现在下大雨了 我们在纽约的街头 OK去参加比赛的人 没有今天现在是什么 培训是吧 就是OK 特朗期 我们在纽约的街头 你仍然是孩子,仍然是年輕 你得到有趣,我看你 我看你30年代的人走過來 我愛你的 elegance,我愛你 但 judges想要看你為誰你是 他們想要看你的性質 他們想要看你玩 你玩,你玩趣,你玩趣 你玩趣,你玩趣 你什麼樣子,我們想要看你 COURüssel COUR12 C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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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 rely are they doing things like that you sure 你在这不笑不笑 笑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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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终于轮到我们两个二人世界 我老公在最后的last minute book到了一个米其林三星的世界 应该是别人cancel 第一道菜上来了 大大大大 谢谢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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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又是晚上10点了 10点多了 快11点了 又是一整天 今天的vlog到这里结束了 吃得太饱了 一共是加消费多少 900到 OK 拜拜 这个日料要么不吃 吃了基本上都是9001000这种价位的 最近消费有点没有打住 anyway 明天见了 明天的vlog见 拜拜